这种平时经常没用到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不管是锻炼自己的下肢 不需要过一些筋骨的话 其实这个小脚是一个很棒的小翘纹 其实这小翘纹很多 如果锻炼一些预热 你可以充分去躲 还有你的下肢 但是困肌的筋骨是非常关键的 你这样的小脚的话 其实对的特别好 因为不管是你的腿部 包括一些你为什么说的 你可能太注重于腿部 其实腿部一些发力 其实跟你整个身体一个链条有关系 你知道上肢 然后核心 包括你的髋关节 你的臀肌 再到你的前后裙的力量 最后它那个力量是转化的 因为你这些关节加强了 才能更好去保护关节 减少它的膝关节的复合 有些太过于前倾 包括一些这样的动作 会造成你膝关节压力会比较大 所以说有这样的皮筋做一些预热 激活会特别好 站立形式呢 你可以把这个先套到脚踝上 脚踝上 你不管是你在自己站立的股 实际上就是扶持墙 你都可以去做一条腿去控制 先去做 慢慢的 你就去 就是练它了 你可以把你的髋关节 包括你的外侧的臀肌去激活 这样去激活 还有就是可以向前 向前 然后向后 还有后四十五度 就是通过这个 然后再到膝关节 你再激活你的臀肌 为什么现在的运动员 对臀肌这块 包括对宽的一些 对核心的一些发力 它是一个 是一个链条 你知道 这个链条越加强 它的稳定性越好 你关节的受损 包括你的膝关节也好 你的脚踝也好 它的受力会 复合会越来越少 包括你对你的 蚝蚝蚝蚝 是一些控制的力量 或者一些下动 其实都是跟你的宽 臀和核心 这些有很直接的关系 你可以做的 可以做简单的一些激活 先从简单的一些激活 去做 但是身体 你要是上 包括这是指导 人不要去前行 先做一个简单的激活 然后再到半蹲 你就可以先从一个方向 像刚才也有说 先从一个方向 简单激活 因为脚皮肌会特别好 特别好的 再到这个 可以自行做个两组 三组 每组十个 然后再做后 你就可以做一些 困移性 但是你的重心 你要控制到 对 你的身体不是说 向前进的 用你的臀 包括你的宽 向后 就是感觉向后撅 但是你的胸是顶直的 你明白了 可是做的是这样 然后做这样 你哪怕空手做 没有任何皮肌也可以 然后简单的去做它的控制 你的一直都是在这 都是在这 去控制它 然后一边做个插拨十度 回来十度 包括还有 还有做完这个横向的时候 还有前行 向往前 倒往前 就是说 四十度 走一个Z字 走一个Z字 但都是一个重心 一个重心 去控制 这样都对你的 膝关节是最好的一些稳定性 一般不是要发力 大家觉得是 我腹肌发力再腹肌 背肌发力再背肌 不是这样 子松就说 你的背肌跟腹肌 都属于大成一条直线 可以贴紧地面 贴紧地面 这才要十次 包括你的核心是收紧的 但是你的 后面的背腰这些 也属于是一条直线 同时让它去控制它 可以 再去做一些 专注于说 你的前群 你的后群是更加重要 你的后群跟你的囤肌 包括你的宽 越稳定 它越强壮 其实你在高位抗 哪怕在别人 一些很失衡的状态 你都能去控制好自己的身体 有些是我们老去练一些向前 其实怎样去 能做到一些控制 包括它能谈一些节奏 一些变化 能停住 东西气压 能后撤 这些很多东西 其实跟它的核心里的 它的宽 它的臀肌 包括它后群 包括一跳下来 它能去控制 而不是我们始终的 我们的重心 就属于是 就像打拳一样的 只是往前 只是往上 但是我们真正的要学会 玩球场更高阶的 就是说 怎样 你在发这些力度 时 去控制好自己的身体 你突然想去减速 怎样做好这个减速 这就是跟我们听 或者接近回忆 很奇怪 慢慢慢慢的 一些就 慢慢的 但是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